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的神州》 我是桑普 我的拍档杰斯在旁边 杰斯 你好 你好 桑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桑的神州》 我们这个星期也分两节 第一节在我这个桑普频道 第二节我们讲美国大选和其他的资料 我们会在这个杰斯的频道 希望大家收听 我们第一节讲什么呢? 就是最近中国有很多歧视发生 中国以前在文革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流罗 叫做宋彬彬 宋彬彬就是当时1966年文革爆发 文革爆发八月 红八月的时候 他就读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女父忠 他这个党总之书记兼副校长变仲宏 就被他和整班同学压生打死的 全部是女孩子来的 拿着一些皮靠 拿着皮带的扣椅打死女校长 那打死女校长之后呢 一个星期左右 毛泽东就去这个黑寒大点兵 去出席这个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呢 和整班从各地来的红卫兵的这个集结活动嘛 那在城楼上面呢 毛泽东就和这个宋彬彬呢 然后说乃宋彬 你叫什么名字呀 又说他叫宋彬彬 彬彬有例的彬 不计算是彬彬有例的 这个叫幽胡 耀武武力的武 那意思是宋彬彬啊 会说什么로宋彬彬叫做宋耀武 一直受到毛泽东的水清 但是后来因为呢 他们红卫兵有很多的派系组织嘛 失势 最後要去做不同的地方 就是工農兵學校讀書等等的事情 後來文革完了之後 他知道整個時代會改變 於是他急著急著以讀書為名義 走到美國那裡 去美國更好笑 他進了政府做事 去了這個麻省的環保局做事 這個才是莫名其妙 當時的美國政府是交的 交的意思就是無論是列間有什麼都好 都要聯中濟訴 聯中濟訴 於是對於宋奔奔基本上妄開一面 一個殺人犯 這樣做 去到大概2014年 宋奔奔又換了一張臉 記住宋奔奔一路做公務員做到他退休 退休之後他竟然回到中國 沒事的 OK 接著他開始有懺悔行為 什麼是懺悔行為呢 我做錯了 那錯在哪裡呢 他就很有趣 他有一份道歉聲明這樣寫的 請允許我表達對辯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 沒有保護可 校領導是終身的傷痛和好悔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 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錯事的人 傷害過老師同後的人都能直面自己 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 他講這番話就好像四平八分這樣 但是想真點 避害者的家屬 基本上完全對他 完全不能夠接受他的道歉 為什麼不能夠接受他的道歉呢 很簡單 什麼叫做沒有保護好校領導 甚至沒有講幾句重要的說話 就是有一個叫做沒有保護好校領導 這是其中一句 另外就是說 他自己是認自己沒有有效阻止 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與識 大哥1966年哪裡有憲法的 哪裡有法律的 你哪裡有憲法常識和法律的意識 好了你說這個是法外的東西 和這些成文法律無關 那很簡單 什麼叫做沒有有效阻止 沒有保護好 喂你當時是共犯來的 整班人 我無論你是不是拿著皮球來抽變種王 你在現場的 是整班你的組織來的 你是殺人犯 就是丁蟹說 我對方進生是沒有有效阻止他死亡 沒有有效阻止他團氣 沒有保護好方進生 喂丁蟹一槌一槌打死他了 那你說給大家知道 你沒有有效保護好 那這個當然得不到這個 這一個變種王的這個老公 老公 叫做王貞堯 那他其實已經過世了 在2014年的時候93歲 活得很大 很久了 他說在妻子變種王死亡真相大白之前 決不接受私大女附中 私大女附中 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而這位宋彬彬 基本上當時 為什麼去到麻省環保局做事 因為他入籍美國 所以他的美國人 去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等於說他真誠的道歉呢 當然不算了 所以他這個地方引起很大的爭議 我不知道傑斯這件事你怎麼看 我補充一點點 他死的時候 那個名字就不是叫做宋彬彬 又不是叫做宋耀武 他再改了個名字 他叫做宋癌 那就是癌石那個癌 我不知道他死了是不是生癌死了 2014年之後呢 他做了很多的見證 他有來過香港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就是周遊列國的 從美國去那裡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是退休人士 那他就14年之後呢 他就是 就是 就是 就道歉 向那個 就是很出名的 因為差不多是文革之後 第一個 被迫害死的 就是 北京師範大學的黨委來的 變重委 那就 跟著其實就 其實就 就已經不出奇的了 就已經 打後那一兩年呢 文革一開手 那六六年最高峰的時候呢 文斗 轉武斗 跟著呢 其實就很多的老師 是 逼死的 就是第一張大字報 其實都是跟學校有關的 北大 就是宋石六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 究竟幹什麼 那跟著呢 北大的那些 校長啊 北大的黨委啊 跟著老師一樣都是被迫害的 那他那個道 他後來 一四年之後 他就 他就叫做 道歉啦 其實就不止 洩辯中雲 那個老公 接受的 大部分人都不接受的 那就 但是叫做啦 就是 有些人就 都為他說白 就說 就是他出來 起碼 肯出來做見證啦 肯出來去 就是 帶起大家 對文革的反思啦 那樣 我都要說回給大家聽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 如果我是他 我會這樣說 我會說 喂大哥 那當時 不只是我一個 我被毛澤東看重 上去毛澤東檢驗 檢視百萬 紅衛兵的時候 我上台代表大家 跟著 幫這個 幫這個毛澤東 藍紅奏章 我威到 沒得再威了 那時候 然後大家 就是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就是 跟著之後發生什麼事 跟著之後 毛澤東 跟所有中國的 年輕人說 革命無罪 造反有理的嘛 大哥 就是 大家都是拿正牌 殺人的 就是 剛才 桑母說 他是犯法 他殺人犯法 喂大哥 我先說明 在那段時間 紅衛兵殺人 是沒有罪的 只要你拿正 你只要拿著毛澤東的牌頭 你是真的可以 合法殺人的 其實如果你要做一個反省 宋彬應該要 講給後世的人聽 這段這樣的歷史 是的 我是錯 但是不只是我一個人的錯 就是龍江導演 粵語殘片龍江導演那句 這個是社會的錯 這個是國家的錯 不是只是我 如果一個真誠的道歉是怎樣 至少要告訴今天的中國人 我一個人 宋彬彬道歉是不夠的 要道歉 大家一起出來道歉 今天那些 企業高管老闆 六十多七十歲那些 上了案那些 大家一起出來道歉 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他的道歉其實是很頑夸的 就是他都有幾年做過少少見證的 但是沒有人騷擾他 他走去文革的受害者 他都跟他們一起的 這個就是一個典範 其實他算是好的 如果你相對 比如剛才說文革第一章大字報的那個起草人 這個聶元寺 聶元寺 聶元寺後來坐了十年監獄 都有了 跟著八十年代很老倒的 他都出不了國 你這個 這個後來做了美國人 所以幸福很多的 那這個其實在宋彬彬身上 你都其實都 就是可以找到很多東西的 就是看得到很多就是 就是我們經常說 中國人因為 你可以經歷這些慘痛的經歷 但是 你之後沒有反思 跟著就一代一代人 那我們今天見到 香港又來一次文革 那我們今天當今的聖上 其實都很嚮往文革 或者還有 就是大家 就是這些歷史就是 就是中國的歷史就會是重複又重複這樣 家因都是大家沒有去真正去反省 所以就是這個 就是一個悲劇來的 其實就是 是啊 相當大的悲劇 就是我覺得 殺人放火金腰帶 修橋保路無私鞋 現在今時今日 這些這樣的人 可以出去 入籍美國 做美國公務員 拿美國公帑這麼久 接著回去做什麼呢? 假意地說一些東西 留取青留薄幸明 博取這個青留薄幸明 那結果你發覺什麼呢? 這幫人根本 他沒有真正為自己的錯去道歉 更加不會說 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 反對任何的獨裁者繼續 沒有啊 他沒有說過反共的 是啊 完全不會說這件事情的 就是他的道歉就是說 我錯 我有問題 但是錯的認一半不認一半 接著他沒有真 他道歉之後那怎麼辦? 賠償 文責呢?沒有 對於共產黨的禍害呢 對於現在文革2.0 習近平學習毛澤東這一套的方式呢 沒有任何的批判 反而繼續中華中國 是 還有補充一件事 他在2014年之前 其實他怎麼解讀變種云之死 我覺得他更加真誠 他怎麼說呢? 他說 喂 在那個大時代上 我可以按得住嗎? 在這個北京師範大學附中 這個他很真誠 他在2014年 他就不承認他有份 整死變種云 但是他有吹雞 他的解釋就是 喂 我在那個時候 喂 反過來是你啊 你在那個時候 你夠不夠膽 你夠不夠膽 站在變種云那邊啊?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真誠 是不是? 這個真的是人性了 所以他14年前說的話 就差很多 今天也是的 今天在香港 有什麼人夠膽 有勇氣 站在真理那邊啊? 當然是西瓜較大邊啊 站在真理那邊 下場是怎樣呢? 好像黎智英先生 好像戴耀廷先生 好像黃之鋒 好像47人 這樣啊 全部今天 今天在香港 你夠膽站在真理那邊 那就去坐牢了 所以 所以 就是 就是 宋彬彬 都講過一下真話的 就是 這個 你要讚他2014年前的解讀 就好很多了 那些西瓜較大邊的人呢 就是不得了啦 就是我覺得 道歉 是要講誠意 以及講 你本身的 就是第一 你有沒有道歉 第二 你道歉有沒有誠意 第三 就是道歉的內容 是不是真實 而你本身 有沒有因為道歉 而微補你的過錯 盡力可以在歷所範圍 當時 這個 辯仲宏的先生 都還沒有過世的嘛 你道歉的時候 他還沒有過世的嘛 他的時候 你不要微補他任何的損失的 宋彬彬 賺這麼多錢 宋癌 賺這麼多錢 你沒有微補這個損失的 這個宋任窮的女兒 開過的 就是宋任窮的女兒 是啊 那你因為有根證苗熊的背景 再打死人 兩個樣東西加起來 毛澤東就接見你了 毛澤東絕對知道 你打死了便宗皇才接見你的嘛 OK 好了 宋彬彬他的道歉是有的 但是他的道歉是不合格的 這是我的看法 而他也都完全不完整 也都沒有對體制有反思的 我就說了 今時今日呢 就是我們五月開落 已經講過劉世良那件事 今天大家知道真假是非 大家擺在眼前很清楚 喂 我就當然不會說劉世良打死人 拿皮鞭抽爆人的頭 我從來都不會講這樣的說話 但是我純須說做錯事 道歉這件說法 OK 道歉 他有沒有道歉呢 連道歉都沒有 就是說宋彬彬都為了博取自己的博幸名 而去道歉 劉世良不理的 而我覺得他的最大的問題是哪裡呢 他這件事就是說 一而再再而三這樣 攻擊很多的平路人 就是我的拍檔 現在都是我鏡頭另一邊 也有很多人受他的攻擊 有些人就像我的拍檔 這麼瀟灑的 一笑自知 是不是? 就是我跟這些人講都 不要浪費時間 有些人就會不斷被他攻擊 持續被他攻擊很久 攻擊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又說你貪啦、騙啦 甚至説你是共產黨 或者什麼共諜等等的東西 這一種這樣的手法 被程祥稱之為一個屎片手法 那我讀一段給大家聽 這段呢 我也以前在香港 就是我記得 我和這個傑斯 做這個 當時《桑海神舟》之後 都看到這段這樣的說法 我很有印象 就是覺得一個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段文字呢 就是程祥那篇文章 叫《談談劉勢良的屎片手法》 我讀完給阿傑斯去評論一下 究竟他什麼情況呢? 劉勢良 這些他覺得自己受共產黨迫害的憶賞 令程祥想起幾年前 他無告 即是劉勢良 無告岑建勳的一件往事 2020年7月5日 《蘋果日報》的老闆黎智英 在他的專欄寫說 我有一位網紅好友兩夫婦 最近被陳冠宗介紹去見一位人兄 這位人兄獅子頭 曾經扮成民主義士 其中一直在為中共做事 這次《國安法》推出了當上了中共打手 山起門來恐嚇了我朋友夫婦七個小時 最後看到我友人 即是這個朋友 無動於衷 於是只要恐嚇他老婆 以為他是弱者 說他用黑社會爛仔對付他們 問他想被車撞死 還是想空口被插三刀殺死 這些爛仔恐嚇方式簡直匪夷所思 在極權指使下手段有多骯髒 專制的餘演下 審心是多麼流氓 其他人遇到的恐嚇遭遇可想而知 又怎麽怪得有些人怕得馬上找路走 這個指控是非同小學 是黎智英引述這個網紅夫妻的說法 但是這個網紅夫妻的說法是否真實 是有一個反駁的 當時是陳冠宗 就是文章中唯一有開真名的人 就是很多人向他查詢 陳冠宗在2020年7月7日 在Facebook發文澄清 我寫給所有詢問的朋友 網紅夫妻和獅子頭早就認識 根本不是我介紹拉線的 飯局也是南網紅主動約獅子頭的 然後才通知我陳冠宗 網紅夫妻兩夫婦自行 上了獅子頭家裡吃飯 那天晚上我錄電台節目 夜到大概兩個小時 他們吃完飯後才加入 在他們吃完飯後才加入 另外我和網紅都認識一位媒體朋友 更遲才到 他和獅子頭是第一次見面 同場還有獅子頭的一對溫哥華夫婦朋友 完全是局外人 我自己何來恐嚇一句呢 看到完全沒有獅子頭 恐嚇這些所謂男女網紅的事 這麼多人在場能夠恐嚇嗎 誰傳話呢 黎智英怎麼會有這麼荒謬的理解呢 黎智英又怎麼 為什麼會這樣指控獅子頭 這些指控非常嚴重 不容信口開學 這個陳冠中是7月7日在他Facebook寫的 那陳祥的問題問你 請問劉勢良 你敢否認這對網紅夫婦 就是你和尊夫人嗎 就是國民犬 你敢否認這個是你向黎智英 虛報被岑建勳恐嚇嗎 你為什麼要虛構被岑建勳恐嚇的謊言呢 那陳祥還有一部說 劉勢良 連岑建勳恐嚇他7個小時的離天大方 都敢捏造 那麼他向一群仗義執言的評論人 扣紅帽子又有什麼這麼稀奇呢 所以劉勢良虛構被中共恐嚇的故事早有所料 他這樣做無非兩個可能 一是他患了受迫害妄想症 你讀完之後我想回應一下這件事 你等你講完 好啊 第二就是他自視過高 認為自己對中共威脅大 值得中共出手消滅他 醫學上叫做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人格為常 那麼兩者都是屬於精神病 奉勸他注意身體健康 我告訴大家就是第三個可能性 我只是拍照了我不開名 那個人都見不在 他跟我說 司徒華先生在臨死之前 他當時身體是極好 他有些人提醒他要注意的 要小心的 一 二 三 三個人 第一個人就叫做迪志遠 第二個人就叫做馮偉光 那你三個人是誰呢 你聽我這麼久都知道我講了什麼 那三個人名都講了出來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你認為司徒華是一個蠢人 壞人 那我不要再講了 那你可以繼續這樣講 帶都下去了 但是我只是說 路遙之馬力日久見人心 有些先知先覺者 早已經知道一個人 本身是怎麼樣的 今時今日所做的所有的事 他有很多的所謂粉絲支持 或者是他有很多的網軍 尤其是一個人操作的一大堆 某一個人操作的一大堆的 不同帳戶的網軍去做 再加上一些部分的其他真實的 另外的人去處理這個 七嘴八舌的動作 甚至在毫無證據之下 是不斷地這樣去做這件事 大家知道在香港十年前 起碼一些激進的組織 有人一個人站在那個地方 那個組織就是一分為二 之後又二分為四 四分為八 現在去到海外了 這位人兄也都是 不是幾位人兄 另一位人兄就是劉先生 去到這個加拿大 就將很多香港的一些 所謂的不同的網上的評論人 又敢搞一些一分為二 二分為四 四分為八的事情 是不? 就是我自己說這件事很得人的 我們不同的評論人 當然有自己的主張 我們要捍衛自己的一些 政見和信念 我們都不是跟所有 評論人的意見相同 但是我絕對你看我 除了對劉世良之外 我不會在那裡 到處在那裡罵人家 慢慢慢慢不會做這樣的事 是不? 即使有些支持劉世良的 我都會覺得我們不會 就是民人相興 這個很難很不對的事 對事不對人 我不會攻擊那些 就是支持劉世良的某一些 KOL的人家 OK? 我們不會這樣做 有些我覺得擺心裡面 有些我覺得不是一個大問題 那你有自己觀點角度的不同 但是我就是說 為什麼要針對劉世良 就是說第一 他真的做錯事 我們已經五月六月分析了很多 他真的做錯事 不是刑事就是民事 第二件事 他做錯事不認 他連宋彬彬都不如 第三 他不認不止 還要討伐 找一個月 展開紅八月 紅八月 紅九月 去圖動那些所有 批評過他的人 一個二個造徒 去變相 使他們成為一個大膏 打他們 批刀他們 攻碟 貪狼 蠢蛋 個個一個二個這樣去批 那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事 是與全世界開戰 其實想一想 對他有什麼真實的利益呢? 可能是他的短期量 他講這些東西的流量 是吧? 但我會覺得更根本的就是說 如果他本身是一種不惜一切 壯大自己 而達成一種分化的目的的話 其心呢 就可鑑的 可諸的 那這個情況呢 大家要有清晰的認識 我想看我們這個節目的 一定某種程度上 有很少數的 一些支持劉細良的人 或者聽過節目的人 我只是說 我講完這麼多東西了 大家如果認為 我講的這些事 你會覺得說 這個人是不是就是 是瘋狂的 就是程翔說得很好的 瘋狂 人格有問題 OK? 就是說他受迫害妄想證 還有人格有問題 人格為常 personality disorder 就是覺得精神病 這個很客氣 就是人性 除了這些瘋狂可以理解之外 那你根本就是 你是不是有你的利益 或者你要效忠的對象 這些我不敢說 寫成 他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他是為了他效忠的對象 他是為了他的名譽 那你自己去想一想 我想 循著這個方向去想 大家慢慢會摸索到 究竟我講的是什麼 是 交給你這件事 講講獅子頭彈的 是吧 我呢 就 一直其實真的 不是很想講西良 我都講過強調的一件事 就是我沒有權去判斷別人 第二 就是 第二 就是 一講我真的會收不到口的 那還有呢 因為可能涉及到很多人 今天都健在 或者甚至今天很多人都還在香港 那所以呢 就很多事情就不太方便去講 不過我回應你幾件事 聽完阿桑武說 第一 我跟我身邊 就是陳喬事件之後呢 我在溫哥華 我跟我身邊很多認識 就是 西良的人 或者甚至今天被他搞的那些很善良的人 你提過程翔是其中一位 那 就是其他 我很多 我多次都跟他們講 我說 就是不要執著要西良認錯 如果認錯 就是好像宋彬彬的認錯那個 就不是西良來的了 那或者大家 大家 用生命去見證 就或者幾十年 就是如果我們還夠長命的話 可能是二十幾二十年後 你會聽到 劉西良會認錯 都不提 人是會變的 但是不會是今天 那 那 第二樣東西我想回應的 就可能回應回給西良聽 如果說到被老共迫害呢 今天 你都 你和我都已經在了一個很寧靜 很安全的地方 那 如果你說說被迫害 排隊都沒有到你 劉西良 OK 就是 我們更加擔心是你迫害我們 多過我們擔心老共迫害你 如果要擔心被老共迫害 真的排隊都沒有到你 劉西良 那 那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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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劉細良說給大家聽那個版本 說我去那裡獅子頭凶我,然後又嚇我又說要找共產黨搞我 然後我兩公婆就過來加拿大 其實自己要分析一下,要信,可不可以可信 當然我明白今天頂你的肺是不是,柯文哲還有這麼多鐵草 所以劉細良都可以有這麼多鐵粉 但是常識很重要,我告訴你當時人的版本其實很簡單 一點都不複雜的,很善意告訴你 你的處境都不是那麼安全,其實現在是這樣 都應該離開香港好一點 他就可以將他全部扭到變成一種叫迫害 我不敢說是否認同程常說他有迫害妄想症 因為迫害妄想症有時候是否只是這麼簡單呢 我認識的細良就很喜歡設計劃,總之他很聰明的 然後賺錢就大過天,他就是這樣的人 還有不要再說給我們聽,在運動裡 所以我不喜歡說,我一說就收不到嘴了 我用嚴正告訴大家,不是告訴細良人 你不要再告訴那些有心去幫人,善良的人 你在反修例運動這五年做過些什麼 You have done nothing,OK? 你不斷拿著這些這樣的東西 再加上你是一個出名的YouTuber 你這幾年騙了很多人的不只是錢,還有感情 今天有很多溫哥華的人,在溫哥華的香港人 是被你傷害了那個感情的,很多 所以做人真的要留一點點的原地 就是這個我可以說的就不多 再說下去就不行了,OK?善寶 就是何左思所說 就是對外面我覺得都留三分情 就是我對劉細良,我已經很多事情都知道 但是我不可能在這個節目裡 就是一五一十,好像不斷撥給大家聽一些東西 我只是說,剛剛我講的那些東西 就是我親身見證到的東西 我曾經我都可以告訴你,我一度覺得 哎,獅子頭有沒有這麼離譜啊? 獅子頭真的很離譜啊 就是覺得黎智英說的是對的 但是我經過反省之後 對不起,插你一句 獅子頭是我很敬重的一位長輩 給你講 所以我就說,獅子頭當然 他後面背景大家知道和長毛 那時候陀派那方面的東西大家明白 但是你問一下,問題就是獅子頭 他是不是有仗義的一面提 獅子頭會不會這麼多人面前 或者他不是這麼多人面前 私底下跟你講一些邀劫的話呢? 我是不相信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這個後面的查證 很難相信啊,大哥 而黎智英寫這些東西呢 就是說真的,他完全是一面之前 我相信他 黎智英,告訴你 黎智英寫這些東西呢 都有恩由的 因為黎智英和獅子頭呢 就沒有什麼兩句的 不是很對的 我只可以說到這樣 就是一單就還一單 所以我真的不想說這些東西 黎智英是不是知道 這件事是假新聞呢? 我可以這樣 很負責跟你講 他知道的 後來他都覺得有懊悔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混了入牢了 他沒有辦法去再跟大家 去分享這些這樣的事情 OK? 那你會說,我怎麼知道? 你要知道我在離開香港前 我跟他有 你看這個《蘋果日報》那宗審判都知道了 又說 就是他有 就是我也知道他跟我有接觸 是不是? 這個時候 李平又爆了出來 是不是? 那我想這些東西就是說 當時候大家知道 我是很清楚 他那個想法是什麼 那你說,如果你說 黎智英先生他沒有機會再寫文章 那於是他一直是一個定案來的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是錯的 OK? 也不要這樣抹黑黎智英先生 因為黎智英就是一面之詞 還有 聖人都有錯 他犯這個錯 不是傷大壓 現在最後都要澄清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有一個很清晰的想法 知道真相是什麼 我只是這麼說 宋彬彬和劉細良的分別 就是宋彬彬起碼都假意道歉 劉細良連道歉都沒有做 而且不止不道歉 變本加厲 攻擊這麼多 曾經批評過他 對陳喬叔不住的人 甚至無邏輯一大堆的事實與罪名 不斷地抹黑 殺鬥成兵 你利用他和他太太的情況之下 這麼龐大的一種做法 我記得 如果你是當年 就是D100 當時我還沒有來 當時我不是見證者 但是你問回很多以前D100的同事 都知道 同樣的手法 就是同樣用一種 一個人可以N個 當然啦 所以為什麼我畫得這麼肯定? 我就是其中一個見證人 當年都有Carmen Kong 或者是抗永圈的戶口搞大班的 一模一樣的 他教我啊 告訴你 Carmen 你記不記得? 你真的 記得不記得 所以我再說一次 我不喜歡講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太多東西了 我只是告訴大家 這些東西不是一時三刻的東西 是長期對一個人的觀察 這麼多的網友不知道 因為你不是這個圈子 所以不知道這些東西 明白 但是到今天 是不是應該要反省呢? 這個是我提出的問題 最終於講一下兩單 在中國的新聞 好嗎? 一單來的而已 是 華為 是啊 華為和8奈米晶片 今天先講一下晶片這件事 晶片這件事 就是以前用來搓晶片 搓到8奈米 這個當然我會不會相信 最近更厲害 說有就有的 就是這個8奈米的晶片製程 但是中國媒體的深自信 不是高自信 深自信 就是說這個媒體的晶片 不是8奈米 是65奈米 因為它看錯了 因為裡面寫到一個中國的國產光刻機 寫著 套黑 就是套的套 黑黑 雕刻的黑 套黑 小於或等於8Nm 就認為是 哦 就在做8奈米晶片 其實是錯的 因為這個光刻機 是DUV自製光刻機 做的晶片的解釋度 是65奈米 這個才是晶片真正的厚度 而套黑的晶度 就是你那個65奈米晶片裏面 拿的DUV的時候 那個晶度 是8奈米的意思 你把套黑晶度 視為這個晶片的解釋度 根本是荒謬絕論 是一個完全行外人說的說話 那這個 弗化黑的光刻機 其實是老式 248奈米光源的KRF光刻機 原先解釋度是非常差的 後來這個DUV光刻機 就做到剛剛的水準了 那麼生產呢 20米8奈米晶片都做不到 因為它65奈米的解釋度 所以它連基本的最晶片都做不到 何來真正的情況呢 而且你說要做這個 所謂的65奈米的光刻機的精度 早已經 陀蘭的艾斯摩爾ASML公司 18年前推出的XT1450 早已經做到 接著是18年前 早已經做到 Game Over 所以你看到中國 你研發這些東西 是為什麼 因為ASML不再給光刻機 你用錢買 ASML告訴你 我見過的 我見過的 我以前做廠 那我去上海 有一間做雜誠電腦的晶片廠 是真的不是騙你的 是買了一個ASML的光刻機回來 但是是用不到的 長期是放在那裡 那個道理不是很難明白的 OK 爺爺有錢當然是拿來買 買的時候當然是報大數 買了的時候就有錢袋下袋 他用不用得到就不要緊 那ASML呢 是要派人過來 是 就是 就是 教他們用的 那 就要做很多培訓的 但是 就是我那時候我見過的 就在上海有一間 我名字就忘記了 一間 就是有些晶圓公司 但是其實這件事呢 就是花很多很多錢 買一部機回來 跟著呢 就又跟爺爺拿錢了 跟著又說 要培訓 有些油路 但是總之 長話短說 搞了幾年 這部機仍然都是放在那裡 是後來我想連插鬚都沒有插 大哥 真的 不是說笑 是 養蚊 是 用不到的 是啊 就是 就是 那些晶片 那些晶片告訴你 就是 中國的晶片技術 其實就 就 拿來說 就已經 就是騙了阿爺很多錢的了 就是阿爺最好騙的 那就是 尤其是在習近平年代 那但是 你看到今天 其實就是 車尾燈都追不到 譬如說 一陣子 等一陣子 說華為報 新東西 上一部 上一部 上一個 Model 那一部 已經號稱自己能夠做到七納米 但是你看到那些量產 其實就已經看到它那些晶片的 它那個量率其實是低得很緊要 它是鑒操來不計成本 就是完全 就是共產黨做生意就不用計賺蝕的嘛 它最重要是要來打飛機的嘛 總之 就是譬如你做一萬塊七納米 你都做不到出來 但是你做到一塊是可以的 那它就可以說我成功做到七納米了 就是共產黨就是這樣的 那 那 所以你說這些納米 其實現在已經浪費了 就是那最近 最近就練了 不要說大陸 韓國三星都投降 如果你說兩納米三納米那些 OK 兩納米三納米 小到已經 媽媽都不認得 是小的一條 有薄過一條頭髮 一條頭髮大概五分一 OK 然後在上面還要砌圖 大哥 喂 三星都要投降 因為三星的量率都是去到 現在都是兩納米去到兩成 左右 那 那台積電呢 如果兩納米是去到六七成的 現在那些 Intel 那些 自己 agon 匹飓 那些 izek 那些 那些 是 那些 台积电加这个NVIDIA是天下无敌的 因为NVIDIA就做那块晶片的那个 就是好像一部电影的导演那样 执行的就是台积电,大哥你知道那些甲骨文 或者intel啊,google那些,他寧愿 他真的追着黄银勋,我给你了 你和我在台积电那里排队 因为你今天没有晶片,那些AI 那些机械人那些就死了 因为已经将会进入这个 机械人年代,你大陆还在说 晶片那块多少纳米?人家不说这些 人家是说,如果你问黄仁勋,问张忠谋 人家今天在说在两纳米或者三纳米那里 怎样搭高一些东西 就是好像 好像在葵冲货柜码头 你出去放大,一个葵冲货柜码头 然后那些货柜 怎样在码头的平地那里 接着在那搭高它 现在最新的那些 台积电那些 是可以去到那些集成电脑 不用90度角转弯的 是圆形的 可以弧形的 在三纳米晶片上面 这些叫COVOS COVOS OK,这些技术 大陆连看都不敢看 听都不敢听 看都不敢看 真的 是的 晶片就是刚刚杰斯说到那样 两样东西 一个叫做制成晶片越小越好 接着就是越精致越好 第一个叫封装 什么叫封装呢? 就是将一些搭 就是刚刚说的地方就是说 比如2.5D、3D的东西 就是说怎么去搭这个晶片 是的 在极使的体积里面 三维空间里面 能够使这个晶片 能够发挥最大的功率 减少这个能量的损耗 这个就是说 台湾很厉害的地方 两样东西 就是不单止有真的做晶片的台积电 它周边很多的公司 在新宿科学园区 基本上都是在做封装的 封装就是专门搭的 就是搭的东西也都要精密的机器 和工匠的精神 craft management 这种东西中国绝对没有 他刚刚说过 你买一部机 ASM在那里养蚊 你电也没有插 你哪里有工匠精神 只有躺平精神 内部精神 维权事实上精神 不是呀 中国都讲过craftmanship 他都试过很多次有些新闻的报道 其实很好笑的 他说中国的工人的手艺是很好的 这个我们做厂是知道的 中国真的有些很低能很弱智的新闻出过来 就是说我们自古以来有些手工艺 在一些很小块的石仔那里 可以整首堂尸写出来的 我们真的有这些很厉害的工人 我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 现在台积电做三纳米两纳米那些 这些福克在上面做的 没有人做的 对不起 已经去到人都做不到的了 全部是用AI用机械人去做的 那你首先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达到 你不要说中国头痛 现在连美国都头痛 就是美国都有一个问题要面对 就是 喂 是不是没有了台积电会死 是啊 真的没有了台积电会死 大家都发展不到 所以台湾那个优势是很厉害的 现在就连三星都举八旗了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现象 差不多没有了竞争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经常在想 就是如果张忠谋死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怎么办呢 真是不懂了 九十多岁 所以那些技术是没得搞的 中国那些是用来搞笑的 所以回到那部华为三接机 就是搞笑了 是不是 就是厚到砖头那样 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九 至二万三千九百八十九 接着就二十日开始发布 就是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 就会的了 接着我看到李国伦在那里买那部机 是啊 李国伦真的笑死你 笑到我一直趴在那裡 接着就笑到他在那裡 就是因为欠仇了 这部机 整部机的重量和厚度才是问题 一部机300克 就是一公斤的三尺 300克 300克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等于一个三七五的指包饮品这么重 你加起来 你加起来的壳去到三百三十克左右 你想想真的重到 三百三十 是啊 接着搭起来十二点八毫米 厚到 大佬 单手做不到 快说吧 我先说吧 首先 笑还笑 我很凝重去说 你那些日日叫自己是中国人 那些好像李国伦那些 珍世伟 肥妈 再说 多次说 你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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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面皮真厚 厚 厚到 多厚都不止 到今天 李国伦又拿着一部苹果 又在那里 拍片 就赚这个华为三接机 接着人家笑你那时候 哎呀一机难求啊 我买不到啊 喂大哥 喂 如果你是爱国的 几千辛万苦 几这么艰难 你就算买不到华为三接机 你就买回上一个模特儿了 你用了给我们看先 啊 那你首先就带头 由李家超 邓炳强 林定国 九十个垃圾会议员 再加上你这些 DVB的垃圾 啊 喂大哥 叫人家什么吃月饼那些都不跟你算了 你 你 你不要说 我都 我都敬业咬业的 我真的在你面前 吃个月饼给你看 喂你现在 喂那不够啊 你真的买了个华为 用给我们看先 OK 那你又不用 所以 所以 你在那里打飞机 你说有几百万人 你在那里轮着 轮到都没有货 不要紧要 喂 华为应该做好一点 十四亿中国人 你就全部清一色 啊 其实就应该就向着潮注 一人一部华为 没所谓的 你喂 带动经济增长 你经济好 我们都开心 是不是 你就全部人 不要再用Apple 不要再用三星 用那个 就是走狗汉奸 卖国财 iPhone16 一开卖 iPhone16 立刻爆了 市场过了百万订单 就是说 其实那些人很清楚的 个个都要拿iPhone的 我问你了 李国倫你有没有追iPhone16 或者你旁边的朋友 有没有 就是不爱国 美奸 这个华为 这个Mate XT 就是我讲到尾 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很贵 一部机 二万元流上 人民币 港币不止 黄牛炒作 可以炒作到五万元 就是五万元人民币 第二样东西 它配备的是麒麟 麒麟 9010处理器 CPU 效能是落后 我们世界所有的手机三年 几年了 五年了 剪止三年了 是啊 三年已经给你少了 华为手机器材不支持Android 也当然不会支持iOS iOS和Apple 不支持Android 它只能够使用这个鸿蒙系统 那如果坏的时候 被人Buck的时候 你不要怪我了 第三样东西 就是刚刚说的 总量厚度有问题 总量厚度有问题 是啊 所以这个很大问题 然后单手操作也有问题 我问你 通常在巴士里 你没有东西拿好手机 单手在按机 你这部东西做不到的 你自己想想 买不买 而且你买来的很有型 好像中国心、中国情 我就问你 那些特区特需政府的那些高官 你国内就要他们全部买一部 你不买一部就是猪头 抓猪头就说你是猪头 是啊 你这帮人今天在香港 你这帮族政府公务员 真是没有特首 没有人试过拿一部华为出来 你今天还在吹嘴? 你对不对得住 就是扶你上位的习近平 阿爷 大哥 真是离谱 所以 我 我觉得 我们这些是真正爱国 你说得出爱国的 你就要买部华为 我不买华为 因为我根本不爱国 就是这么简单 应该用这个 这个就是标准来的啦 大哥 你说得出爱国你就要买 大哥 华为 满足了你所有人的fantasy 是不是 你什么叫大 够大 不止大 够厚 不止厚 还要够 够重 是不是 什么都 什么都 还要用自己的平台 OK 鸿蒙 那你这些 求人得人 整天在说 外国那些 奇淫 什么奇弃 奇巧淫美 奇妓淫巧 是不是 你自己 全部东西 就是你自己了 你不要管落后多少年 你就要陪着国家一起 走路打到走 那行不行啊 是不是 啊 买呀 一于是 买呀 真的 不买这只猪头 真的 不买这只猪头 真的 所以我说 中国那些什么晶片 什么三折机 唉 就是你看到这个国家的衰落 和那个所谓的腐败 是很严重的 那希望大家活得光明磊落 也都真诚地去做每一个人的生 离开了香港的 哇哇 咦 这么厉害啊 我们就不爱国了 哈哈 那些完全不爱国了 肯定你不爱国了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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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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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肯定不爱国的 ok 啊 一样的 啊 穿住了LV外套 啊 跟着就跟个销售说 我现在都跟你买一部 啊 你呢 马上就帮我把这个Google啊 什么啊 Gmail啊 删删 删删 我要帮我装这个呢 就是卫星啊 哇 嘢嘢嘢嘢嘢嘢嘢 那这那那就是爱国了 真的 用行动去爱国 說真的在加拿大看到很多那些中國人 但是在台灣真的沒有 就是台灣因為沒有開放自由 沒有啦 放一些蘋果店不會有這樣的人 我從未見過 但是香港人一向都不會這樣的 但是中國人就是他們沒有開放過來 我這幾年 尤其是後這幾年 覺得很舒爽 很開心的 所以我就說 我去加拿大會不會將來買 就是我不會去加拿大買機的 不是那部機的價錢貴的 但是這麼多人 全部都是由中國人買的 那我怎麼能頂得信呢 所以我恭喜你 傑斯 就是有好的體驗 是 好 好啦 我們又休息一會了 那一會回來 就會將會有第二節的新桑在神州 那大家請而欲報 就去這個傑斯佛 是 到時見了 好 拜拜 還有這個傑斯佛 就在這次賺戰 把田壇 送給你 雲 好像更好 一來 辣